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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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時節 雨昏昏 下一句,有沒有 路上行人欲端雲 早上起床,還想睡 你怎麼做事啊? 搞壞人 什麼?潮嗎? 現在的年輕人,文一向都有新的 我們先說一些經驗 下一句 清明時節 路上行人欲端雲 借問 酒家何處有 路同有子 行發群 話語轉不到廣東, sorry 我都要跟大家說 明天吧 明天吧,謝謝 看這段影片,下星期看 這就是上星期 沒錯 就是清明,廣東的俗語叫做 清明 行清 行清,或者是去數目的 沒錯,4月4日 其實4月4日 每年都不一樣 今年竟然是星期三 可能有些人 真的特別請假今天去的 但大部分都是提早去 就是weekend 遲去的都有,因為想被塞車 但多餘的 全世界都是提早去的 唯一又是塞車 有心就好啦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下 其實清明始終都是一個孝子 我們華人 百行以孝為師 是的,欣姐 你喜歡說的 萬惡意 而又不為首 千萬萬的人都在收聽MyFM 你什麼 18千萬 今天對於行清,年輕的一輩 你有什麼看法呢 還有老人家對於年輕的一輩 你們又怎麼看他們呢 不妨留言和Call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嗯,OK 對了 清明 我今年沒有他,對不起阿爺 不會的,因為我覺得有心 都是我,我家神主牌 我都有 我們其實都對清明有些疑問 例如林先生就會問 到底他們收不收到一些東西 那我想問的就是 是不是一定要在他家旁邊燒呢 如果我現在不在他家旁邊燒 他是不是一樣都去到那個位子呢 嗯 只要你的籠子就寫到他的名字 是的 寫適合名字 那下面的Bose Man就會是Bose Lanju 那個表現 應該這樣 但是另一個東西其實都延伸到一個問題 就是華人很喜歡燒東西 但是當你一燒多 一個燒,兩個燒 十個燒,八個燒,千個燒 就很多濃煙 就是造成一個不環保的一個情境出現 我相信下一個 就是配合我們今天講的創意的促燒法 可以發明一些沒有煙的字 一家便宜兩家雀 又燒得下去 又會破壞環境 不知道你怎麼看呢 哈哈哈哈 一齊來說行政 你今年有沒有遇到什麼趣事 或者你在你家裡總是有些九十喉 那些九十喉一般都說 不休啦!媽媽人浪費呀 大約可能相反 可能反而是他們就說 媽媽 他們會一 Hutch媽,爸爸爸爸媽媽 就是 反而是小孩子影響到大人 我就算 所以我說到清名 就要隨便教大家英文 我們請到個知名的 蘿勒劍橋大學英文教授 我是說 清名英文叫什麼 清名 對 c-s-e-n-g i-n-g 導演給我們